载布尔真言二 我尔,如果你接受我的话,把我的诫命珍藏在心里,留心听智慧,智力求聪明。 如果你为求哲理而呼喊,为求聪明而大声呼喊。 如果你寻找它,如同寻找银子,搜寻它,好像搜寻宝藏。 你就明白怎样敬畏主,并且获得对真主的认识。 因为主赐人智慧,知识和聪明都出自他的口。 他为正职人珍藏大智慧,给行为清白的人做盾牌,为要看顾正职人的路径,互卫虔诚人的道路。 这样,你就明白公义、公正、正职,以及一切善道。 智慧要进入你的心,知识要使你欢悦。 明辨的能力要护卫你,聪明要看顾你。 要救你脱离邪恶的道路,脱离说话荒谬的人。 那些人离弃正道,走上黑暗的道路。 他们喜欢干歹,喜悦恶人的荒谬。 他们的道路弯曲,他们的行径偏离正道。 智慧要救你脱离淫乱的女人,脱离说谈媚话的妓女。 他离弃年轻的配偶,忘记了真主的约。 他的家陷入死地,他的路径落下坟坑。 凡是进到他那里去的,都不能转回,必得不到生路。 因此,智慧要使你走在良善人的道上,持守一人的路。 因为正直人要在地上安居,完全人要在世上活着。 但恶人要从地上除灭,行事奸诈的要从世上拔除。